股亨佩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威智,2028,为国内三大电炉厂之一 南部一贯化电炉大厂 主要销售钢筋及钢胚产品 2019年度营收比重分别位 钢筋46%,钢胚41% 磅钢8%,盘元4% 21QE净利率,11.15% 21QE-Row,9.78% 21QE-EPS,0.95% Yoy,493.75% 21年5月营收Yoy,68.2% 21年4月营收Yoy,66.4% 21年3月营收Yoy,48.6% 大股东持有率长期持平趋势 近期1000张以上 大户持股比率78.62% 股价长期向上趋势 近期股价飙涨 市场消息 威智表示 近来受惠于台商回流投资 电子科技厂房扩厂 营建大楼推案增多 政府公共工程等力多涌现 吸引包括威智在内的 国内钢筋厂参加承包 以至钢品销量增加 再加上钢价 废钢行情走扬 威智跟进反映成本涨价 推升业绩获利表现 令近来威智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除开拓澳洲外 最近又增加韩国市场 单月销量达0.7到1万公顿 较之前增加近一倍 增添业积动能 为6月9月电炉场 将进入夏季限电期间 威智也预计减产约3到4成 回到每月总产能5万吨左右 预计钢价有称 营收则会受季节性影响 股坑PIT建议 6月9月电炉场将进入夏季限电期间 威智预计减产约3到4成 营收会受季节性限电影响 需注意 营收MOM持平表现 加上限电减产 G2EPS可能持平或微幅下修